首相敦马今天出席美国总商会大马年度会议后 面对媒体追问 他曾在2013年大事期间派遣亲信向前首相纳吉 索取一千万令吉现金的指控时 直接挑战纳吉 要他出示政治 据了解 这名据称是敦马亲信的人 曾是国家游泳选手 纳吉昨天接受网络媒体当今大马专访时声称 当时这名敦马亲信是直接到他位于吉隆坡大使路的私底 提取一千万令吉现金 除了指责敦马涉嫌收费 纳吉今天也发文告反击 昨天警方宣布的11亿令吉扣押财物 纳吉再次重申 那些都是来自朋友和外国权贵 在各种场合和庆典所赠送的礼物 有些甚至是属于亲戚和第三方所有 而他们已经开始透过法律程序所回 纳吉也举例 其中一个市值340万令吉的劳力士名表 正是由今年3月到访我国的中东王子所赠送 而这些警方都没有一一说明 纳吉认为 警方的估价过于主观和不现实 没有计算饰品的折旧率 昨天记者会更是政治袭击他的家人 无论如何 他们愿意全力驻查